明天现在跟我的土地老坦封态了 然后今天为什么呢 是因为给他剪了个头发 后面的时候他让我帮他接水 他眯到眼睛了 我是接了一半 接了一点水 后面的时候阿贵要走 帮他拍个采访的视频 就让他自己接 结果我也不知道他生气了 后面我就去跟阿贵拍视频去了 回来的时候他就把我的东西 这个我扔下来了 后面还有煤气罐啊 高压锅啊 然后还有个大铁锅都扔给我了 我说我一个小摩托也带不了那么多车 后面他就直接给我扔在草窗里面了 后面的时候我拍了点视频 他说反正就是让我不要拍嘛 就是很生气好凶啊 然后还带着那种威胁的口气 后面就走了 然后就是这么分开了 其实也不是这一点事情吧 大家都说老塔特别特别好 然后对我也特别特别好 然后这一路上然后照顾我 天天给我做饭 然后帮我烧热水什么的 我也是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我也没想到 从昨天晚上开始吧 昨天晚上就是给我做的那个惊喜啊 然后然后最后还给我炒了一家 就是我不小心把那个蜡烛踹到了 我是没看到后面今天帮他理发也是 他对我各种不信任 其实我就想帮他做个特别一点嘛 带土定那你不特别怎么有热度 因为我跟他一起的话也没有吵过架 也没有组过CP 我们俩之间没有暧昧也没有吵架 就是特别平淡 我流量还都还有下滑了 我就觉得两个人一起的话 一加一肯定是大于二的 结果我们就是比正常还差劲 他们都让我们去炒个剧品啊 然后做个炒个架什么的 然后没想到这次不是我们做的 是真的 这次也让美丽特别的心寒 我没想到一个这么好的人 然后说发火就发火了 因为我那会儿我不知道他生气 我就去拍视频去了 视频拍回来 然后他就把我的东西都给我扔了 然后我今天也没忍住 哭了好几次吧 就是我觉得路上遇到 对你好的人特别不容易 但是有时候他也不可能一直对你好 然后突然有一点就是这种了 不是说什么喜欢啊 就是收个土地嘛 我也是想把他那个视频做好一点 但是我可能没有帮了他太多 也没跟他长什么缝 因为毕竟现在这媒体特别难做嘛 要什么剧情 然后才做得上去 所以我一直大意他 给他剪个头发 做得比较个性一点的头发 然后其实他就不信任 然后还把手弄伤了 然后也没有剪得很特别的 但是我确实伤心了 后面的时候他要说什么 曝光我呀 然后我觉得小孩子脾气呀 他确实也比我小五岁嘛 因为我现在东西也是比较多 三四个包什么的 然后你说把煤气关那些大铁锅高压锅扔给我 我怎么放嘛 他说不要就扔了 后面都给我扔了 我觉得特别的心寒 我虽然有时候跟别人吵架 我每次都是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 肯定真的立场不一样嘛 后来他就觉得我拍一个视频 会比他眯眼睛的还重要 我就觉得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也本来就帮他接了一点水吧 然后你可以用衣服擦一下的 然后因为他马上要走嘛 就是可能才把那个事业啊 工作啊拍视频 看得太重要了 忽略声音的感受嘛 后面他也给我道歉了 我觉得这个签到的 就是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感觉 一直对着那么好 一会儿吵架争走了 我都觉得像梦一样的 然后一会儿他又回来 然后因为身份证在我这里 我的钥匙在他那里 然后又放了东西嘛 一句话也没说 走 后面的时候又来来回回 给我道歉三十次吧 其实他本来也不打算走上邀请的 我也是想自己一个人走一下嘛 其实我自己一个人 也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我也可以烧热手 也可以做饭的 每次身边遇到一个照顾我的 我就感觉到 我特别没有能力一样的 就像江哥一样的 以前也很照顾我 在他们面前 我觉得我啥也不行 其实我个性也本来比较强 我就觉得我做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我不希望我身边有个人 我就有了依赖性了 我也38岁了 但是什么爱情我也可能也不相信啊 毕竟 也比我小五岁嘛 生活啊旅游啊经济啊各方面 平时就为他那些小事情 我就觉得他换不换衣服啊 刷不刷牙啊 洗不洗脸啊 我觉得其实我可能管他太多了 然后管他刷牙 管他换衣服干什么 跟他买的两条裤子 两个毛衣 还有冲锋鱼啊什么的 因为我感觉他现在瘦了嘛 以前的裤子也比较偏大 算了 东西到了再说吧 因为他其实今天也跟我说了 他想走云南的那条路 然后也不想走三一七 其实我自己没有走过三一七 我想走三一七 我也不希望把我喜欢想走的路 夹给别人身上 在时候他做自媒体也赚不了钱 也不是很用心的去做自媒体 虽然我受了他做土地 然后没有对他负责到底 就是一段小意外嘛 只是他也挺好的 我也挺好的 可能就是不太成熟吧 我也不太成熟 也有小孩子脾气 我也想靠自己努力 然后自己照顾好自己 我也不希望看到一个 比我小几岁的男孩子 然后照顾我什么 感觉好吗 怎么也做不好 不知道说啥了 先冷静两天吧 等来今天说好去洋湖 看那个洋湖之心就默色的 但是明天我把这边采访一下嘛 然后把车子拿去修一下 估计后天我也离开拉桑了 这两天等快递也不是等别的 就是等他的衣服 他的衣服到了 他要穿就穿不穿的话 我就退了 以前也是希望别人对我好 我也希望对别人好一下 但是我希望大家以后对任何人 就是如果不好的时候 那就好好的不要去伤害 不要搞到危险啊 说一点事情可以炒个价 他也不至于把我所有的东西 然后都扔出来那种 因为我可能38岁了 也没有过家 也没有过车子 好多字 东西都被人家 扔下过来 所以我有时候 接受不了那种 把我东西扔到那种 就要把我赶走了那种感觉一样 就被人抛弃的那种感觉 如果一个人他就不会觉得被抛弃 也不会觉得会被人伤害 所以美丽就是一直一路交朋友啊 组队啊 受到各种伤害 我以后也不想给别人同路了 其实一个人也是挺好的 每次好好的或者是不好受 你有多开心就有多难过 不要那么开心了 我就要一个人孤单的也挺好的 免得剩下最后都是伤心 可是你对别人的好 别人不理解 可能一点小事情就落成这种结局 以前也有人说 我说两个人不适合一起做抖音 会吵架 粉丝会带节奏啊 会站堆什么的 以前也有人说的 我都信了 他说可以为我注销账号 今天他又说 可以为我注销账号 我觉得做自己就好 不用为了我 那样我真的我受不起 各自还好吧 我以后也会照顾好自己 不让大家担心我 也不想随便的组队了 就这样吧 不想说了